番薯妈妈读书协会 在18届理事长洪明如的带领下 办理了许多活动 帮助妇女朋友增进自身涵养 并投身各项公益帮助弱势 日前洪理事长也将职务交接给廖姐女士 廖理事长也表示将会秉持会址 带领会友们一起成长进步 感觉自己的责任很重 然后要承袭立任理事长的责任 还有一些义务把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然后把我们读书会成为现代化女性 然后就是让各位姐妹本身兼具各项才能 还有我们会做一些公益活动 然后提升我们读书会本身的素质 番薯妈妈读书协会第18届理事长洪明如 在任职期间客进职责带领协会 她也很感谢各界人士对她的支持 使她能够为协会及地方来做服务 读书会是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姐妹包容性也很大 然后上课也很多元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就是今年度有很多的政治人物 还有我们的政长我们的立法委员许淑华 还有我们的邮浩很多都对我们的特别的帮忙 很高兴今天终于能卸任了 一年的辛苦也能在今天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番薯妈妈读书协会常年来帮助弱势 带领妇女朋友学习成长 先运油耗也感谢洪理事长的用心经营 也期许廖理事长上任后 能将协会带向另一个高峰 那过去来讲 竹山正番薯妈妈读书会 一直在地方上热心公益 做了许多对地方上面很多关怀的一个活动 以及举办许多的一些 对妈妈对妇女非常棒的一些讲座 红明如会长是这次的卸任会长 在过去一年中 他也是一样在地方上举办了许多性命平等 或者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些很好的讲座 包括带动一些地方上活动的一些参与 他还让妇女的活动在竹山正更显活力 那新任会长廖锦也期待好又更好 在这次交接电影中 新的一年未来也能够继续让竹山的 番薯妈妈读书会带向高峰 议长和正峰肯定红理事长过去时间 带领协会所做的努力 也期许廖理事长上任后 能持续秉持会址 为妇女朋友及各项公益来做服务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